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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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吧 陆伟大哥 说好带我们去看小龙虾 怎么不见养殖池塘 我们这就到淮河上 这个有大量的野生苗 我们下点地笼 可以抓到很多的野生虾苗 把这野生虾苗抓回去 我们再做驯化 再去挑选 然后放到我们的养殖池塘里头 野生苗经过驯化以后 它的存活力也非常高 品质也非常好 须以小龙虾养殖第一大优势 虾苗好 相对于人工培育 来自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龙虾苗 活力更足 可是要在偌大的淮河里 捕捞到它们 除了技术 还需要运气 陆大哥今年接到的小龙虾订单量非常大 有好虾苗是完成订单的基础 今天它会有收获吗 看怎么样 这个有没有啊 我的妈呀 这个怎么一个就没有啊 颗粒无收 这个苗怎么没有的 今天这个天气怎么那么糟糕啊 陆大哥饱含期待却收获无几 实在是让遗传人都感到沮丧 这浓烧的就这几个苗 真少 太少了 就这几个苗 这天气不行 苗都没有了 算了 我们再换地方 再找地方 看来陆大哥只能再碰碰运气了 要是没有好虾苗 不仅大笔订单要砸手里 它在小龙虾圈里的声誉 也将受到影响 这些刚捞起的野生虾苗被争分夺鸟的运灰养殖基地 小家伙 小家伙就开始响我了 可是新的问题来了 要养出品质好的小龙虾 仅有好虾苗 还远远不够 这些小家伙对养殖环境的要求啊 可高了 曾经有传言说 小龙虾喜欢生活在污水里 喜欢吃腐肉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邀请了来自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黄成傅教授 咱们通过一个试验来揭开秘密吧 我们把这个水移工 放上水以后 这边是污水区 这边就是清水区 就是把污水和清水两个区域 让龙虾自己去选 看他喜欢什么样的 人工制造的配置的污水 是以氨浓度来确定的 把高浓度的硫化氨 配置成这个氯类的 氯类的污水 然后对照主呢 就是用普通的自来水 然后把这两个区域分开以后 龙虾在走进来以后 他要选择 所以我们用的是我们的这个水秘工 让龙虾进行了这个选择实验 好了 出来了出来了 我就退出 由他自己去自由选 他会选择哪一边呢 前方就是清水区 水区和散发着臭味的污水区 小龙虾会怎么选呢 他停了下来 在迷宫中不断地摆动着触角 怎么有两条路呢 选哪一条好呢 不会是什么陷阱吧 还是去这边吧 那边怎么闻起来臭臭的 我们进行了第二组试验 再次对比 得出来的结论仍旧没有变化 小龙虾们纷纷走向清水池 关于小龙虾喜欢臭水沟的谣言 在此不攻自破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小龙虾真的喜欢吃死肉吗 这是一块新鲜的猪肉 这是一块有味道的腐败的猪肉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一个试验 看小龙虾到底喜欢吃新鲜的 还是腐败的 重新挑选了一匹小龙虾 出发了 在出发前先将小龙虾喂饱 以免它们急不择食 接下来就来看看它们的选择吧 小龙虾到底会选择健康新鲜的食物 还是真的喜欢腐败发臭的食物呢 诶 怎么又有两条路呀 让我来探一探 一边是肉肉的味道 一边是臭臭的味道 这还用猜吗 我当然选这个了 试验结果是5比2的比例 大多数小龙虾选择了健康新鲜的肉 通过试验 我们可以证明 小龙虾更喜欢清水和新鲜的食物 现在你们别老说我喜欢喝脏脏的水 吃臭臭的肉了 你一定看明白了 小龙虾喜欢的是清水和新鲜食材 而虚仪在这方面恰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虚仪小龙虾养殖第二大优势 水质好 淮河的水是国家二类水 我们知道一类水都可以直接饮 这个水质非常好 淮河水进来以后到我们汤河 通过净化分配到各个池塘里 养殖池里的水不仅干净 更负营养 一开春 数以万计的虾苗被拨洒在淮河两岸的滩土里 喝着清澈的淮河水 这些小龙虾的生长环境 和野生小龙虾基本没什么两样 难怪虚仪的小龙虾一个个塞进肉白呢 陆大哥把虾塘里的虾养得各大肥美 除了水好之外苗好之外 更重要的是 陆大哥为小龙虾潜心研究了独家食谱 那么小龙虾们到底吃什么呢 这可是宝贝啊 这是我们小龙虾的主食 龙虾主要就靠吃这个 这个是水花生 我们这池塘里头有表层的草 有底层的草 还有挺感式的这种草 龙虾好玩好闹 所以养好虾首先要种好草 这是它的主食 你可别以为陆大哥的小龙虾 吃点水草就能长得那么肥美 看这就是富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超级营养餐 虚仪小龙虾养殖第三大优势 飼料好 好种苗好水好飼料 养出了棒棒的虚仪小龙虾 都说龙虾的品质好 活力就更足 养性更大 来看看咱们的虚仪小龙虾 怎样勇斗群雄吧 除了好斗 小龙虾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性 爱打动 这个特殊的习性 可减轻了陆大哥不少的压力 想知道为什么吗 陆大哥的养殖基地里 有八成的小龙虾已经成熟了 每当这样的音乐响起 农人们便知道要忙碌起来了 这么大面积的养殖基地 数以万计张牙五爪的小龙虾 是怎么捕捞上岸的呢 晚上下去早晨捞出来 大的地龙一龙三十斤五十斤都有了 鱼捕鱼不一样 捕虾需要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 地龙 正因为小龙虾生性爱打动 当地龙被放进水里 小龙虾便自觉主动地钻进地龙里 这可帮虾农们省了不少时间和力气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涨 打捞龙虾全部依靠手工 十几米的地龙十分难操作 农人们就用双手打造出了一条人工流水线 刚捞出来的虾底板掰 这个筛掰开以后这里的筛都是白的 然后肉掰 个头大 钳子大 颜色发红 红的发紫 从五月开始 红的发紫的大明星小龙虾就陆续上市了 餐厅里 十三箱小龙虾成为了当地食客的第一选择 您可别说 旭衣小龙虾的名气这么大 可多亏了这道当地名菜 如今 十三箱小龙虾已经衍生出八大门派二十七种烧制方法 多种多样不同的香料配方 那么十三箱小龙虾的鼻祖 旭衣十三箱小龙虾又是怎么烹制而成的呢 王龙泉是旭衣十三箱小龙虾的传承人之一 在当地烹饪界也很有名气 今天就让他来揭开 豆瓣酱的时间相当地要熬长一点 把它香味完全炸出来 炸开 把豆瓣全部炸开 现在放入青花椒面 进行一起小火熬制 把三斤龙虾放入一瓶啤酒 倒入饮用水 那白砂糖是用盐和味精带用 汤料熬好以后 下面准备倒入小龙虾 汤的用量几乎跟小龙虾是一个 在一个平面上面 十三箱小龙虾要均匀地撒在锅中 让它这个香味完全可以熬制出来 大厨告诉我们 十三箱小龙虾并不只有十三种调料 实际上有二十多种调味料 同时给十三箱小龙虾赋予浓厚复合的香气 其中草果和肉蔻那是必不可少的 您记住了吗 说到香料 不得不提的是这一条万门的街道 小龙虾一条街 陆大哥说 做了十几年龙虾生意 它早已是这条街上的熟客 不仅仅是十三箱小龙虾所需的调料 酸绒的 麻辣的 这条街上都可以满足 走 你好 好点问题 最近有什么好料子 这个是什么料 这个是照门烧的烧龙 烧你的烧 烧龙的 我看这味道怎么样 现在这个卖的好不好 嗯 味道很低道 老周和陆大哥是老朋友了 老周原本也是小龙虾养殖户 包了十几亩水糖养龙虾 但是小龙虾鲜货竞争越来越激烈 老周转念做起了调料生意 没想到卖调料挣的钱 并不比养小龙虾少呢 这就是最正宗的虚仪十三箱的调料 二十多种中草药 通过八个小时的熬制 熬制成了这种香味扑鼻的十三箱 虚仪的小龙虾 名气大 其实是靠这个十三箱传播出去的 这种味道让你的味蕾根本停不下来 您要是以为这条街只有小龙虾和调料 那可就打错特策了 万能的街可不是瞎吹的 就这一条街上跟虾有关的所有东西都能买到 从活虾到调料到烧虾的工具到卖虾的工具到卖虾的包装物 全有了 所有事情全部简单 据说市场上每十只小龙虾中就有一只来自江苏虚仪 二十万虚仪人中就有八万人在从事与小龙虾有关的产业 而这条街正是虚仪一虾先行百叶并兴的真实卸照 在虚仪小龙虾产业链中 近年来一个重要的产业一军突起 让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品尝到最正宗的虚仪味道 经过精心挑选和清洗的小龙虾 被坟装入合 精细称重 通过这样加工储存 冷链物流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所以这样的正好和现代物流电子商务 最符合这种产品销售的要求 所以它非常受终端用户 特别是年轻人的喜欢 拆包 开火 翻炒 装盘 从此以后 不论您人在哪里 会不会做饭 有了速冻龙虾走向全国 想吃到正宗虚仪小龙虾 简直易如反掌 这里并不是餐厅后厨热火朝天的烹饪场景 而是在虚仪龙虾学院中 一次严苛的考试 速冻龙虾有统一的制作标准 餐厅里的龙虾美食 想有稳定的味道 也必须通过厨师培训 实现标准化烹饪 汤汁不浓郁 美酒有很少 加没加盐啊 竞争也好 品牌也好 核心的是人才 要培养这一只 专门专注于龙虾技术的 推广的这种人才 好山好水 育育出优质的虚仪小龙虾 不断推陈出新的烹饪方法 让这道美食更加滋味绵长 怪不得虚仪小龙虾的年产值能破百亿 可是资深食客们 却有一个小小的担心 麻辣滋味的龙虾吃多了 上火怎么办呢 你说夏天嘛 本来就特别容易上火 你说又吃麻又吃辣 好大厨得把这问题解决了 好大厨可是川菜大厨 麻辣是他的招牌 让他解决这个问题 太难为人了 不过好大厨别着急 咱们边想边做 油温要烧到七层热 这边啊 哇 爆炸 爆炸 加入一些白酒 哇 这个加入白酒 然后是为了让它进一步去腥 瞬间我们的虾就通红通红了 哇 颜色很漂亮啊 华丽转型 哇 太棒了 对 红火是红火了 但也别忘了主持人的要求 如何吃麻辣不上火 我跟你说 做这个麻辣小龙虾 一定离不开我们的菜籽油 哦 用菜籽油 对 菜籽油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烧到 温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为什么一定要用菜籽油 其他的油可以替代吗 咱们做辣菜 尤其是川菜 做这个穿上花椒辣椒的时候 菜籽油可以更好的 提发它的香味 回答正确 油烧到七成热 下入大蒜和生姜 还有泡椒 有一些泡椒 我跟你说 四川风味啊 学会我这秘方 您都能开一个龙虾馆了 龙虾馆 好好学 开不开龙虾馆 无所谓 关键可以在家做给家人吃 健康又美味 赶紧学起来吧 口膜的汁水慢慢炸出之后 可以给整道菜增加风味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菜好不好吃 其实跟大厨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我们用的可能原材料不太一样 不知道差在哪是吧 对 接下来山椒下锅 增加辣味 麻椒 这是麻椒 花椒 麻 辣 跟辣椒 这个多来点 学会这个料 您不带麻辣小龙虾 您麻辣一切都没问题 对 我就说学会这料 我跟你说开个川菜馆 不成问题 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 秘制酱料 又秘制酱料 又都是什么 家家做小龙虾 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好大叔不到的地方 就是在这一碗酱上面 里边什么这都是 真的 又香又鲜 都是什么呀 我瞬间口不就出来了 里面有七种 七种 七种料 小马 一做小龙虾 你看你就用麻辣的 你今儿又是麻辣的 你能弄出什么花来 这小龙虾如果要不做麻辣的 它为什么还要叫小龙虾呢 叫不麻小 为什么叫麻小麻小 当然是了 你知道要如果说做出淡味的那种 疯狂的鲜 小龙虾最经典的做法是麻辣 先闻闻这味儿 尝尝这个酱 跟你说啊 来 炒柜炒 这酱都有什么呀 酱有什么 扫描二维码 这碗混合酱料 可是制作麻辣小龙虾的关键 可七种酱料到底是什么呢 想吃正宗麻辣味道 那就赶紧扫描二维码吧 跟下辣厨该怎么炒怎么炒 该怎么显微怎么显微 我刚才可说了 你麻辣怎么做都行 只要不上火就行 在夏天 不上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要有泡椒 又有干辣椒 这要是想不上火 我跟你说 还得请老爷子出马 搬救兵了是吧 老爷子 老爷子您给出出招吧 早知道你回早 给你准备好了 你看旁边的河盘 看一眼都是什么 看看救兵怎么救你的 好大的个儿 又有块冻的 这么大 芹菜 芹菜 这芹菜我知道 它这个呼含膳食纤维 芹菜有成药芹 确实有平干清热的作用 时尚大厨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该咱们红红火火的主角 闪亮登场了 闪亮已经呈现这种 非常诱人的 红润的颜色 到啊 到 快速翻炒 做麻辣小龙虾 一个字快 我跟你说 就这味儿啊 怎么形容呢 就是想吃的味道 夏天必吃的味道 通过这种翻炒 我们让这个 每一个龙虾都均匀地 包裹上这个酱料之后 等于是这次不加水了 直接用啤酒 不加水 直接用啤酒去烧 加上这个啤酒 炖出这小龙虾 味道特别的厚重 好多美食都用啤酒 直接烧着 除了啤酒龙虾 还有啤酒鸭呀 什么啤酒鱼 是吧 加入六七粒的冰糖 可味增鲜 那接下来呢 就是做龙虾 必不可少的蜜料 嗨嗨嗨 集中注意力了 麻辣小龙虾 必不可少的香料粉 就要登场咯 哎呦 这个香料粉 肯定有很多很多 我跟你说 都有什么 这是好市独家 蜜方十三香 你刚才都买一个二维码了 这就别买了 这个真的不能说 您要想知道 老规矩扫描二维码 我告诉你 肉桂一两 香叶半两 还有罗汉果一个 行行行行 不许再说了 麻辣小龙虾香不香 其中酱料组合是关键 而这碗香料粉 更是重中之重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一下吧 不过麻辣虽香 如何搭配张教授的芹菜 才能达到吃麻辣不上火的效果呢 老爷子给提供的芹菜 这会儿我们加入一些芹菜 既可以解辣 又可以增香 还可以促进消化 芹菜性凉 入干净 还有清热平干 沥水通淋的效果 所以它在夏天 一个能清火 一个能去湿 非常适合高血压 以及三高的人群使用 同时我自己 我又给它加了一个 陈皮 陈皮 陈皮可以很好的 同时陈皮还可以 很好的去解除这个 你所担心的辣 担心的去火 这个很关键 等大概多长时间 就可以吃了 烧制我们大概需要 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虾我们逐渐地在收汁 这边再次给它 补充一些辣的味道 清洗之后下入 哇 这个麻辣香味 瞬间就爆发出来了 从油锅里边 轻松啊 米香 哦 再淋上去 您看看这一锅 麻辣小龙虾怎么样 太棒了 这一盘麻辣小龙虾 您就说蝉不蝉 想不想吃 可是您真的会吃小龙虾吗 你如果叫阿 你能吃了吗 哎呀 怎么壳都不吐了 你这吃的也太浪费了 吐壳多费事 吃虾哪是你们这样吃的 来来来来 牵起红薯手 轻轻地吻一口 把汤汁洗了 这还有湿呢 左手拢着腰 再掀起红盖头 这黄就全部 再深情地吸一口 把黄吸掉 这虾头也没浪费 感觉特别好 然后捏一捏揉一揉 再解开它的红度兜 这一拨就拨一个整虾人出来 然后让你一次吃个够 麻辣小龙虾吃法口诀 一定要记住 保证您吃得爽快 还不浪费 夏日吃麻辣不上火 好大厨搭配了张教授推荐的芹菜 夏大厨又会咋做呢 咱们不吃麻不吃辣 咱们是清淡也疯狂 以麻辣著称的小龙虾 清淡也能疯狂 这还真让人怀疑 咱们把这个龙虾直接不处理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残忍 但是龙虾是冷血动物 我们不用担心它会痛苦 直接龙虾入锅 这个水温一定要高 快速地拿这个热水去淋浇它 把虾捞出来 直接冰水热胀冷缩 你看这大冰块 浸冰水 这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咱们这虾还能吃吗 什么道理 这叫一个是锁鲜 能够把这个龙虾的鲜美味道 完美地保留在虾肉本身 第二个可以让我们完整地 快速地去出整条鲜嫩的龙虾肉 在冰水里稍微地静置一下以后 轻轻地拉开 你看到这个虾龙虾这个黄了吗 你看那个里面的黄 我的天哪 真的是鲜黄色 就一般判断这个小龙虾 是否新鲜 从它这个虾头里边的黄 就能判断出来 这是虾膏啊 虾膏啊 虾脑啊 你再看这龙虾肉 就是通过这轻轻地一窜 龙虾肉完整地保留出来 真的 这个肉也没有烂掉 皮非常的薄啊 这吃起虾来才痛快呢 看 整个龙虾肉还保持一个完整状态 对吧 对 保持得非常好 虾线还在 轻轻地一窜 哇 从尾部就把虾线拽掉了 对了 这样您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虾肉的鲜甜 还都完美地保留在虾肉里 今天大菜就开始了 你曹老师你干嘛 你这虾头虾尾 我给你扔了 我的天哪 这是好东西 虾头虾尾 你想想这个虾脑 包括里边的鲜美汁水 完美地保留在里边 是扔了有点可惜啊 但是它能干嘛呢 唱戏的腔 厨师的汤 一道菜能够做得美味无比 这个汤头很重要 葱姜略煎 直接虾头虾骨入锅 爆炒 那一会儿这个油 岂不是就是虾油了 答对了 你说吃了这道菜 老好是不是就虾了 虾了 可以看到虾肉 完全变得通体通红了 就像我一样 倒着一些的 就是汤烫虾的这个汤水 这个还能留着 原汤化原汁 一点都没浪费 咱们现在喜欢吃些清淡 清蒸的鱼 清蒸的蟹 如果在咱们吃完以后 当然是自家人 把它再经过一个尖字 再拿开水一滚 照样原汁原味的鲜 我觉得用这个汤煮面 是不是也特别鲜啊 龙虾面 龙虾面 是吧 跪着呢 我跟你说 真是 你觉得那是大龙虾吗 小龙虾也有 真的小龙虾能煮出 比大龙虾还要鲜美的状态 是吧 最佳状态是十分钟 咱们煮出香浓的龙虾浓汤 这汤一闻啊 就是 真的 我这汤直接也能喝吧 很鲜香 能喝 当然能喝了 你拿这么大一勺茶 你这不公平 你别多喝完 这汤还有用是吧 对啊 而且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龙虾 已经把这个虾汤煮的是奶白色了 怎么这么白呀煮的 煎过以后 这些蛋白质 就会释放到汤水里边 就形成了白汤 虾壳一煎 再一煮 对 明白了 真的是太鲜美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才 其实也没有放过多的调味料 没有放 对吧 就完全是这个虾的鲜甜味 让整个的汤都变得非常的鲜甜 简直太棒了 这怎么那么鲜啊 什么都没放就那么鲜吗 其实啊 刚才在你们没看到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放了两样 咱们平常 经常会吃到的 要有它 我跟您说这个虾的那种鲜美味道 那就是鲜上加鲜 咱咱都说 哎呀 我这明白 这扫屏幕下放二维码 是吧 咱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到底是哪两个食材 让虾骨汤如此鲜美呢 赶紧扫苗二维码 不仅虾骨汤 连鱼骨汤 也能变得异常鲜美 你瞧咱这菜 那比它那盆盆盖盖 咱这少多了是吧 咱这是精品 绝对精品 是吧老爷子 咱不做又麻又辣的 其实夏天适当吃点麻辣 有助于健胃去食 但是不适合多吃 当然夏天不上火 最好还是清淡饮食 我给你准备了一种 夏天最好的食材 就放在你旁边了 哦呦 我知道了 真是萝卜白菜保平安 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 娃娃菜就是一种文型的白菜 娃娃菜中假的含量 比普通白菜高得多 所以娃娃菜是夏天 清火去食的好食材 娃娃菜果然是夏季好食材 可是如何与小龙虾搭配 才能清淡也疯狂呢 别着急 听夏大厨慢慢道来 就放到锅里边去 微微地用虾油煎制一下 这样我们的小龙虾 就会又附着上一层 他们的那个原本的那个虾的鲜味 没错 咱们刚才的汆烫处理呢 是叫锁鲜 现在的过程呢 就是增鲜 放纵的鲜 放纵 这就是让我们吃个清淡也疯狂 是吧 没错 我们加上一些的粗粮 玉米粒 玉米粒 好 红腰豆 这种豆子的粉粉面面 增加一些这个豆制蛋白 植物蛋白 一起快火的备炒 香浓的龙虾汤 再来一下香浓的龙虾汤 上面漂着一层龙虾油啊 清淡胡萝卜 巧料理做出完美的不同风味 这个巧搭配真的是很好 你知道这胡萝卜吗 它富含丰富的这个维生素A啊 B1 B2 而且还有胡萝卜素 而且这清淡呢 它是里边富含大量的纤维素 然后这个脂肪含量非常低 所以有这种减肥消脂的作用 最重要它实力 它清香 清爽 但是绝对不寡味 胡萝卜和青笋微微的入味以后 我提前还蒸了一些的粉粉糯糯的芋头 再来 点芡 咱这一锅真的是特别营养 看到了这个龙虾汁 已经浓郁了 浓郁是浓郁了 可一向无辣不欢的曹震 还是念念不忘麻辣口的小龙虾 非让小时和嘉宾给他做一道麻辣虾球 可这麻辣虾球的酱料 可是得专业大厨才能把控呀 豆瓣酱 辣椒酱 什么香料 大料一堆 太费事 我跟你说 在我这做一点都不麻烦 我用一个一招鲜就能做出 一个懒人版的正宗版的麻辣虾球 特别赏事 只需三步 什么敢在大厨面前说自己有一招鲜 还三步做出麻辣虾球 话好说 事难做呀 第一步呢 首先我们先烧一锅油 大概是六成热的油温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 碗面掉进去啊 直接帮我们 天哪 破点了 真得离远点 说明里边水太多 我们只需要炸15秒就可以 看这个虾球在锅里边 已经呈现这个红色 就已经可以 这一步呢 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 让它这个锁住 它虾本身的鲜味 经过一个高温的爆炸呢 它能够方便我们 最后食用是什么 它能让虾壳变脆 对 变脆了 很脆了 很脆 这进行我们的第二步啊 放入这个葱 姜 蒜 姜 煸炒出香味 这前面这个 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知道 都会是吗 最重要的是 就我们说这个香料 蜜酱 那你弄得出来 没错 蜜之酱料 可是麻辣虾球的灵魂 啥样的一招鲜 能做出正宗的麻辣虾球呢 我的这个一招鲜就登场了 我的一招鲜 就是火锅底料 阿脚贵皮啊 不需要 我这一招鲜 一招制敌 我跟你说 真是火锅底料里 啥都弄好了 对 直接放到我们这个香料油中 这个倒成丝 这就是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个麻辣火锅底料 对 一份麻辣火锅底料 就能做出正宗 懒人版的麻辣虾球 赶紧再加试试吧 那炒香了之后 我们把刚才炸好的这个虾球 放到我们这个火锅底料里边 不停地翻炒 好 均匀之后让我们的这个酱汁完全包裹在我的这个虾粉上 香吧 香 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想吃其他味儿 那你就买个其他味儿的火锅底料 没有 真是 聪明啊 你真是厉害 好 名思出高度啊 差不多入味儿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第三步登场了 喝一口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 啤酒 你看我倒入这个半瓶啤酒之后呢 就可以让它炖煮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吃了 那我这个三步懒人正宗的这个麻辣龙虾做得怎么样 首先非常简单 在家庭里完全可以操作 对 而且你看看我用的原材料 都是陆大哥这个 你看这个虾球都这么缩着 我平时出去吃的虾球有时候展开的 还真是 街边吃麻辣小龙虾 确实有蜷缩的 有伸展的 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告诉你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看看这这是活虾 拉架了 拉架拉架 它的所有的肢体都抱得很紧 你们再看一下 这是我前面准备的 已经死了三个小时的虾 它这是展开的 哦 长的不好 全部是展开的了 团起来的好啊 也就是说长的是死虾不新鲜 死虾和活虾的区别就在这儿 颜色也好了啊 对 漂亮啊 五彩低分 这样各有食欲啊 一份麻辣火锅底料制作出懒人版的正宗麻辣虾球 炎炎夏日 赶紧给家人做一盘吧 麻辣虽好 清淡也疯狂 夏大厨的美食又如何了呢 好 咱们这个花开富贵 出锅 不不不 你这就出锅了 怎么就花开了 怎么就富贵了 弄点胡萝卜 弄点青笋 就花开绿叶了 这就啊 就唯一看他上眼的就瞎球 老爷子给咱的这个 食令好食材没使上呢 看着老爷子的这个 小白菜 咱们请上来 变成莲花了这个 用龙虾浓汤煲煮小白菜心 把它们摆在盘子的四周 特别像那个现在夏季盛开的那个荷花 想看它开吗 想看啊 好 看看是不是要开花了 哇 这清晶涂 我的天 它那一点一点涨放 清淡也疯狂 那咱们这道花开富贵 须一楼 大功告成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麻辣小龙虾 大功告成 都说啤酒配炸鸡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啤酒更配小龙虾 谁也没有想到啊 小小的龙虾竟然带动了 虚仪县的百亿级产业 真可谓是一虾领先 猪业兴旺 没错 培养新型农民 带动当地农民致富 这些应该给您一些启发 没错 搜寻天下好食材 打造美食强品牌 下周日晚21点17分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下周日晚21点17分